CBA消息 一把手取消媒体回放 王牌恶汉续约两年 关系户遭清理 王牌恶汉续约两年 北京时间6月7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素有联盟第一恶汉之称的许忠豪再次获得了续约 据了解这次广煞南兰与许忠豪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 众所周知 在本赛季广煞南兰的表现相当炸裂 距离总冠军仅有一步之遥 当然了 这也是广煞第二次和总冠军失之交臂 如果单看球队整体实力的话 广煞绝对是有能力问鼎总冠军的 但是遗憾的是 每当关键时刻 广煞总会莫名其妙地遭遇伤病的困扰 这仿佛就是一个魔咒 让广煞挥之不去 除了客观因素之外 广煞的阵容也是存在一些问题 尤其是一号位和五号位的球员轮换的问题 因为在这两个位置上缺乏足够的轮换球员 直接导致胡金秋和孙明辉经常打满全场 这自然会增加伤病的可能性 其实许忠豪的个人能力很一般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做得不好 但是许忠豪身上有一个其他球员很难做到的点 那就是任劳任怨 队内几乎所有的脏活都是由许忠豪去完成的 这也一度让许忠豪成为很多球迷的眼中钉 再加上许忠豪强健的体魄和过硬的球风 能够给对手带来很大的威慑力 其实像许忠豪这样的球员 基本上每一支球队都有 至于为什么至于许忠豪能得以此亚号 这其中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总的来说 细忠豪他可以做到年轻球员做不到的事情 这就是许忠豪给球队带来的价值 获得续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一把手取消委体回放 北京时间6月7日 前不久中蓝联已经官宣姚明卸任董事长的职务 由蓝协副主席徐继承接任 作为体育记者出身 徐继承具备很敏锐的商业嗅觉 这一点对于纯商业性质的CBA联赛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徐继承上任一时 就受到了很多球迷的质疑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徐继承推行的三大新政 这三大新政分别是增加CBA赛程 恢复四节六人次外援使用原则 支持CBA联盟扩军 不得不说这三大新政 确实给目前的中国男篮带来很大的冲击 尤其是增加外援的使用 虽然这有利于提高比赛的观赏性 但是对于本土球员来说 尤其是年轻的球员 已经很难获得出场机会了 除此之外 徐继承对于比赛现场的相关制度 也是重新进行了调整 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取消了 围体录像回放 其实这种现象早就在上赛季就有发生 同样也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 每当出现围体犯规的时候 是不允许在直播中进行回放的 也就是说 除了现场裁判之外 很少会有球迷能够明白 这个围体犯规是怎么造成的 也不知道现场裁判的吹罚标准到底在哪里 据了解这是为了规范直播行为 减少联赛的负面影响专门制定的措施 对于这样的举措 很多媒体人也是提出了担忧 联盟中本来就有一些业务能力并不突出的裁判 这样的规定是否会纵容现场裁判的行为呢 山东清理关系户 北京时间6月7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山东南岚目前已经完成的三大顶心球员的续约 这也宣告了山东南岚关于本土球员的补强工作 基本已经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山东南岚将会继续对球员的阵容进行深度优化 据了解将会有几名球员面临被辞退的可能 其中就有关系户之称的乔文汉 其实乔文汉并不是真正的关系户 只是因为获得过为期三年的C类合同之后 球迷对他的调侃而已 在本赛季乔文汉的数据依旧不算好 场均19分钟 仅仅能贡献5.1加2.5的数据 甚至还不如年轻球员的表现 就这样的数据能拿到C类合同 不知道山东南岚是不是属于那种地主家的儿子 值得注意的是 丁伟自从上任主教练以来 表现出和上任主教练完全不同的做法 似乎有意了王涵彻底划清界限 不同于王涵对年轻球员的轻视 丁伟表示山东南岚在下赛季的目标 并有没有明确的要求 因为管理层已经决定重视年轻球员的培养 在休赛期 马振军和张新宇已经从青年队上调至一队 除此之外 除了继续建立以陶汉林 高师岩为核心的战术安排之外 丁伟有意培养朱镕镇成为重要的轮换球员 不得不说山东南岚想要变强的决心还是很大的 至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让我们拭目以待